你那生活没有到贫困线 挣扎在贫困线以下 你要真是那么穷 那我觉得说不上什么了 对吧 有钱只要合法 咱就挣 对不对 但是呢 当你觉得你这个 也能过上一个一般日子的 那个时候 就是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吗 你那我不知道 你比如你为什么拒绝那个广告啊 其实没那么什么高风亮节 它很多具体因素 它那是个近视眼广告 就是激光手术 好多人都做 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那得是20 有点风修 第一个有这个顾虑嘛 那当时给的那个钱挺高的 真的到今天都不低啊 确实诱惑 估计你拿完以后 眼镜广告不能接 关键在于 我觉得我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 怕丑啊 就是说 他给我设计的是 他说我们要放在那个 火车站的那个广告牌上 还有那个机场的 广告牌上 然后他设计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你想 你现在可以看看这个车 我终于摘掉眼镜了 就这样 就这一幕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就是说 我一下飞机 或者说我一下火车 先看见自己了 不是 主要是他这个 你你知道吗 那你 不是你可以换一个动作吗 我发现呢 我对我不认识的人 可以无感 就是说一般人可能 特别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 你知道 我当时最觉着抬不起头的 是咱们这个朋友圈 那摘点眼镜有什么不行呢 不是 就这样的一个照片 那么大 放在那个任何一个场合 我一下想到的就是 马爷啊 或者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大学同学啊 你不是看见我 人家只有羡慕 只有羡慕 你知道 假如我看到 我看到会怎么想 你知道吧 你说我也摘 怎么没找我 不知道这是多少钱 那要是钱多的话 摘就摘了 那你要是那个钱是不多的话 那我心里想 那稳涛何苦啊 这点钱没必要 还是在想这个问题 你看 所以我在想 这个体面这个事 咱们就是很多的时候 就因人而异 因尺而异 它的标准不一样 但你刚才说了 我就有个感受 就是哦 它是一个让自己 可能舒服不舒服的 这么一条线 对了 哎呀 你真是我的心 是不是 就是 是自己别扭啊 就是不是 其实说到根本上 就是人是不是 有一个自我想象 一个自我的心象 就觉得 我怎么能那样呢 因为就是 其实徐老师 刚刚说的也纳入这个范畴 他觉得 比如说你有一个价格的衡量 它也是一条线 你呢 就是那种 丢不丢人的 那么一条线 就一个人 他可能平时的所作所为 他都已经给自己 划定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预值 一个范围 突破那个 那就是叫 他自己觉得就不体面 对 这就我原来说嘛 人生第一个 刚才我们说 第一个目标是趋力嘛 第二个目标就是趋名 你就开始到趋名 这个阶段 你趋力那个阶段过了 谁说的 我说的 我长期有嫁无事 我不是不做 别人过去 你看啊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趋名 趋名不代表说 你不在乎力 而是你在乎 别人对你的看法 这肯定是 进入第二个阶段 你如果没到 就是你的生活状态 非常恶劣的时候 你永远不管 别人怎么看你 对不对 我说人生第一个目标 趋力 是趋到你对应的力 什么叫对应的力 比如有人说 我有一份好工作 工资我已经满意了 这就是对应的力 不一定非得成为首富 对吧 不是我们宣传的什么 什么小目标 什么的 不是这个 而是 有人认为 我就挣这点钱 但我生活很安定 这也是趋到对应的力的时候 他一定是趋名 什么叫趋名呢 他首先要在乎亲近朋友 最近的人对我是什么看法 如果你的名声过大 你要在乎公众对我的 什么看法 对吧 你再大 你要是考虑国家对我什么看法 民族对我什么看法 那肯定都是趋名阶段了 对吧 很正常 我们的人性的基本点 叫趋力避害 其实呢 趋力都是要的 但是你还要想到一个 这会不会给你带来坏处 所以你 你比方说 你觉得你有所你的形象 这个就是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是个害处 但是呢 你这样最冤的 马爷 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的很多变化呀 有的人的态度 我倒也佩服 说哥们不跟了 那就是保持这个操守 对吧 有的人这个操守 甚至能够到什么 他认为上媒体都丢人 这个社会有这样的知识分子 那当然你也没有什么合理性 只有什么 但是人家自己愿意 把这个当成一个 荣辱的一个个人的持守 很多 我们这一行很多 我的同行很多 是吧 比如说咱们现在节目里很通行的 直入广告 你看我现在就能接受 我接受了之后我能理解 我觉得合理啊 做节目要钱呢 要钱 那么当然需要有赞助 这就是这个社会 合理合法合情 有什么不对呢 但是你知道 我接受这个是 我十年以前 我可能就是 绝对不能接受 可是我现在觉得 我不知道是什么 是对的或是错的 当你接受了的时候 你就觉得 当年的不接受 也真的是 是你有所偏颇 你也没有 当年也并没有什么正确性 可是今天接受了 我又觉得 哎呀我怎么不早明白 这个道理啊 我失去了多少啊 黄瓜菜都凉了 我刚才一上来 我不是说那些评论的人都 我觉得他们特不体面吧 我现在转过头来 忽然我又想到说 哎呀 说他们很好呀 社会中有底柱呀 为什么呀 我都以为这年头 没人谈体面这事了 怎么大家还很在意 你不觉得吗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已经不去谈论 这件事了 有点像 那个有一个电影 就那个布达佩斯 那个大饭店 就是根据 就是斯维格那个小说 我看过那个电影 那个《昨日的世界》改的嘛 他里面不是有一个 就是这饭店里头的 这个就是这个主人 他一辈子都是 其实就是像个花花公子 但他其实保持着 旧贵族式的那种操守嘛 他一路 你也觉得他干的事情 也有争议这样那样 最后是他在一个火车 因为碰到那个一战嘛 然后他在火车上 保护一个小男孩 就觉得那些士兵 对他太粗鲁了 你不能这样对待他 就是这一件小事 他为那小男孩讲话 然后被打死了 就他在那种 就最困难的时候 保持着他的这种体面 就这种 这种事我觉得 我们现在不太说了 但是居然大家在这个时候 还开始呼吁体面 你要以他们说的 这个体面的标准 去想一想 哎呀 要真正的体面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可以改良呀 可以变得更好呀 难道不是吗 讲得有意思 就是说这种 在网上骂得好 我觉得两种情况 的确可能都有一种 就是随便抽热闹 另外一种 按他这个说法 后面第二种说法 真心觉得 我们要找回昨日的世界 他苛求你 这个体面的时候呢 其实是对你的尊敬 对你的看重 就包括对那个 什么艺术家 牢细鼓的看重 我想起一件事情 上海有个评论家 叫李子云 他原来上海文学的 理论部的主任 一度也做主编 他原来是下眼的秘书 是一个非常 有水平 很正直的一个评论家 有一年呢 我去到他家里看他 已经是 我忘了九十年代 还是什么时候 蛮晚了 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呢 他已经很看不惯了 他赞助的这些文学潮流啊 就已经是被过失 所以他就有点 他就跟我这个 他其实已经写了一篇文章 批评石铁生 石铁生 因为他听到一个消息 石铁生在写电视剧 所以他就批评 他就觉得这个文坦 发展到今天 石铁生都写电视剧 对 我非常的痛心 这曾经一度是个标准 然后石铁生就回了一个 回答的文章 石铁生回答了个文章 就是说我也要吃饭 我也要有稿费 就为什么我不能写 你是太看高我了 这两个人都是我非常尊敬 一个作家 一个评论家 但是显示出就是说 在李子云看来 你石铁生 他后来跟我说 你石铁生不是一般人啊 你写我与地毯的作者啊 你写电视剧 那个剧本一个五万 一个本五万块 这不是你干的活啊 这些你 他的这种批评 其实是对石铁生的一种尊崇 一种尊敬 但石铁生也很政治 你对我太渴求了 因为谁写 刘恒写没问题 陈春写没问题 为什么我石铁生写 我就难道 就非得只能写 我有地毯的吗 对不对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对一个文化人 他不 他有障碍 他有顾虑来接受商业的参与 其实就是跟人们对他的人设 对他的形象 中间的这个矛盾 所以有时候批评 是一种尊敬 你只能这样来看